爸爸妈妈回家了 带姓兄妹痛彻心肺的呼喊声 喊出46名罹难家属悲痛情绪 静静聆听或是轻拍双手 罹难家属呼唤亲人的当下 慈继志工就在身旁 只要用意识家属要来招魂 那我们要陪伴在旁边 家属如果情绪不稳定 我们随时安抚 让我陪你们一起痛吧 这时陪伴就是最好的关怀 他们失去了自己自亲 当然很悲伤 我们志工今天就是来陪伴夫位 在关心的过程当中 他就说他们昨天有收到 我们慈祭的慰问金 那他想要为这个舅舅来做捐款 高雄城中城火警 从发生以来 蓝天白云的身影一直都在 期盼王者临安 生者也能够获得心灵平静 大爱新闻学龄香红树 高雄报道